欢迎收看咨询奉告 今集我们邀请到市政处代表 吕阿黎小姐上来节目 吕小姐你好 你好 现时市面上卖的肉类、鱼获 或者蔬菜的场所 是否需要申请特定准召 以及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 市民除了在街市选购新鲜、冰鲜 或者急冻的肉类、鱼获和蔬菜之外 也可以在一些零售鲜活食品的场所购买 由于鲜活食品和一般可以长期储存的货物不同 所以有关零售场所 需要向市政署申请特定准召 而本署的职责是确保对进口本奥 以公公仲食用的源自动物的产品 和新鲜但容易变坏的食品进行品质监控 并且会监察其存放和出售的情况 并根据市政条例第17条 以及相关法例的规定 向有关的零售场所发出准召 以及会进行卫生监管 市政署日常如何对这些 卖鲜活食品的零售场所进行监管? 为了确保有关的鲜活食品 合乎卫生和食用品质的要求 本署的专责寻查人员 就会对有关的零售场所 进行不定期的卫生寻查 检查其设施、设备、环境卫生 和食物卫生等情况 对于不当的行为就会作出记录 和向场所的负责人发出书面通知 要求场所负责人即时 又或在限定期间作出改善 以符合相关的要求 有关先活食品场所准召的 申请手续和费用是如何? 市民可以查阅市政署网页内的详细资料 将填托的表格 连同所需的文件 递交到本署各个服务中心 及后会通过本署发牌委员会到场审查之后 就可以获发有关准召 审批的时间是致文件齐备起计 60个工作天价 至于准召的费用方面 零售蔬菜场所为澳门元660元 零售娱获场所为澳门元1100元 而零售肉类场所则为澳门元2200元 同时亦需要缴付准召费用的10%印花税 有关准召就需要在满年1、2月份进行续期价 预期需缴交相应的附加费价 也可能会导致准召被终止 所以准召持有人就需要按时作出续期申请 如果市民对有关零售场所准召的申请有什么言难的话 有什么咨询的途径呢? 市政署自力提升零售蔬菜、肉类及鱼获场所的发牌工作 为了增加申请人对申请手续及营运时的食品和环境卫生方面的认知 本署会为申请者提供咨询服务 有意经营的人士如果遇到移民时 就可以预约本署人员进行面谈 在申请牌照之前可以充分掌握各项的要求 如果想查询更多有关预约服务 又或者零售场所准召的问题 欢迎大家致电本署的市民服务热线2833-7676 谢谢你,女小姐 不用客气 今集节目时间到了,拜拜